接下來這張圖片是以前課本上的圖片 這裡每一個人做的事情都是錯的 這叫錯誤示範圖片 每一張圖都是錯的 實驗室不可以奔跑 吸氣 推擠 打鬧 這兩位大哥 左邊下方這位大哥 在吃藥品 吃東西 不對 化學藥品不可以輕易的嘗試 可以去吃它 藏它 右邊那位大哥 不是這樣子聞藥品的 化學藥品直接聞 準備掛藥 準備昏倒 要用手三聞 用手三聞 OK 這位大哥做錯的地方是 他沒有把藥品沿著撥棒倒出來 直接倒 直接倒 那不對的地方 這個叫做沒有馬上清乾淨 實驗室的東西打翻了就立刻清乾淨 東西用完了立刻就洗好 不要堆在那邊 不要堆在那裡 所以這是不對的 堆製那些用過的髒掉的東西不對的 這叫做實驗室不可以堆製雜物 給那裡半倒 跌倒 然後發生危險 所以髒亂 太髒亂了沒有收乾淨 硬上放東西容易被拌倒 但是不對的 不可以堆製雜物 這位大哥有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 他也是沒有順著撥棒倒藥品 第二個錯誤是 這間實驗室裡面 每一個人都戴了安全眼鏡就他沒有 就他沒有 當然啦 你在台灣的國中做實驗 基本上是沒有安全眼鏡這回事 你在國外電影看到他們戴一個大大的 坐裡面跟他戴訊銅 那個 我們國中是通常是沒有做這件事的 但是呢 他是錯的 因為別人對我們來就他沒帶 因為他沒帶 才是錯的 然後呢 這要做酒精燈 我們前面講過旁邊不要有一些異然物品對不對 所以你不可以用書本去墊酒精燈啊 然後右手邊那個 你要擋封的話 如果你真的需要擋封 我們有金屬做的那個擋封板 要拿那個來擋封 不能拿書來擋封 書會燒起來 書會燒起來 OK 所以就是你的酒精的周圍 酒精的周圍不可以有那些異然的物品 好 這個大哥錯哪裡 你們上高中之後 就很多高校會要求 你要買實驗衣 實驗衣 對 做化學時要鮮 我大學的時候有買過 可是你現在好像高中生就買了 你們比較近乎一點 你們比較近乎 高中就買 實驗衣會有點長 然後長袖的 就是盡量把你的皮膚給怎麼樣 覆蓋住 不要去讓它直接會碰到化學藥品 結果這大概要把袖子給它捲起來 身泡它那個幽默默白 跑跑的皮膚不會看到化學藥品 好 背樣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是錯的 那這不要講了啦 你拿一個羅賴把去戳那個插座 然後身泡不會觸電 這個就不用講 這個就知道它錯哪裡了 這個女生有做錯兩件事 第一件事 她在做東西 調東西的時候 眼睛不看她 眼睛不看她 第二 她的頭髮 實驗室裡面 女生如果留長頭髮 你要把它綁起來 玩起來 簡單的說 不要有那種會飄來飄去的 會容易被勾到的東西 我記得上次有看新聞 有一位大警 你不這樣子 頭髮被燒了 會被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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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過來 會被燒掉 所以 女生留長頭要把它綁起來 玩起來 不要飄來飄去啊 飄來飄去 或者是一個衣服啊 洞洞很大 容易被勾住那種 通通不要 通不要 通通不要 通通不要 OK 這兩個先生的共同錯動是 飾管都朝人 飾管都朝人 飾管可以朝上 可以朝下 但是不可以朝人 上面那個大哥多做錯一件事情 他加熱位置錯了 加熱應該是在飾管的下面加熱 他加熱到中間那個飾管夾的地方 開始冒煙了 但是冒煙 加熱位置就錯了 多做個錯的地方 這個 你們罵 上次上次你們班 好 忘記上次你們班 有個人在實驗室喝起來 剛才被我罵一頓 啊啊啊啊 搞不好 實驗室禁止飲食 不可以吃 不可以喝 我們的國中理化實驗室 基本上算安全 沒有太多奇怪 莫名其妙的玩意 大學的化學實驗室 裡面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你在那邊隨便亂吃 隨便亂喝 你死都不知道你怎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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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可以飲食 你可以吃 不可以喝 所以禁止飲食 好 所以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個圖片上的 每一個人做的事情都是 錯的 每個人做的事情都是錯的 錯誤的錯誤失敗 好 現在了解一下 可以嗎 可以